今天这个影片绝对不要让我太太看到 因为它太适合我家里了 绝对是一个完美的房子 嘿大家好我是Edan 那个卖房子的小镇 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我是一个在南加州的全职地产经纪 在这个频道我会用一进到底的方式 跟大家介绍南加州漂亮的房子 如果你是对南加州的房城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交我的微信 打我的电话 我的LINE一般会在这边哦 好那今天小镇要介绍的这个新盘呢 在 Irvine的Portora Spring这里 是由Irvine Company他们这个建筑公司所建造的 这个社区总共会有94户 这里的地税1.2% 没有像大公园一样 要到1.8甚至2%这么高的地税 HOA在这边一个月是180块 那这边的户型呢 都是属于Single Family Residence 它不是detached condo的户型哦 这里的户型都是正统的 有自己的这个driveway 然后有自己后院的这一种SFR的 这一种产权的户型 再来这个紫色区总共有三种不一样的户型 都是两层楼双车库的 那它最小的户型呢 是从2700尺 最大的户型有到3100尺左右 那在这三个户型里面呢 有一个是小镇 觉得说以现阶段我家庭的人口结构 最适合最适合的户型 这个如果是我太太看到的话 她一定会要我买下来 所以这个不要让她看到 那目前这里的价位是从210万至240万左右 今天会带大家做沉浸式看房的呢 也是这边的三号户型 它是有子母房房型的 那之后的户型小镇也会陆续的推出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的话 现在可以把它订阅起来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看房去咯 Let's go 嘿大家好 我是Eder那个卖房子的小镇 那我刚刚看到了 我觉得最合适我自己家里人住的一个房子 那我就介绍给你们看 那但是呢 这个影片绝对不要让我太太看到 因为她一定会要我买 好 先大概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房子的户型 它里面是四房3.5玉 然后它是有子母房的 里面室内面积差不多是3176平方英尺 它的占地差不多4000多尺左右 那这个房子呢 小镇现在家里的人口就是我跟我太太 还有两个小男孩 那偶尔呢 我的爸妈或者是我太太的妈妈 会来帮我们照顾小孩 这个房子的layout 哇 完全perfect 那我就一一给你们介绍一下 以我的角度怎么看这个房子的layout 那这是它大门路口的地方 那大门路口的这个房子的前面呢 这里有一个子母房的子房 那这边一进来是它子房的客厅 所以如果是我爸妈weekend 或者是我太太的妈妈weekend过来 要住个晚上的话呢 白天它可以在这边看电视 那这是它的客厅的空间 继续走下去呢 还有属于它自己的洗澡间 那当然有一个非常大小适中的属于他们长辈的一个卧房 这边完全可以满足 如果是我爸妈住在比较远的地方 他可能weekend的时候来帮我照顾孩子 这边就很适合他们居住了 好那接下来走下来呢 我喜欢它这边有一个走廊 就是你不会说一进来就非常的唐突 就直接到自己的起居室 在右手边这边有一个客用的半套卫浴 所以客人来的时候不会用到 这个主人他们家自己的浴室这样子 好那家里人口多的话呢 东西就会多 所以这边非常合适来堆积一些杂物 那再接下来走下来这边 哇 挑高到二楼的客厅的空间 这个是小镇最喜欢的 就是你住在里面 你心情比较不会遇足 而且这边都是开通的这一片 那这边呢是属于它正客厅的地方 那正客厅的空间非常的开阔 而且这里的拉门推到底 就可以出来做一个室内向室外伸展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家里两个小男孩 如果是家里的空间不够玩的话 把这个拉门打开 让他们到后院去玩 而且它这个后院的大小我也觉得是挺适中的 不会到过大 很难打理 但是也有空间让小孩在外面活动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块它的厨房 它的厨房也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又简洁 它的中导大气 而且它配的这些厨具 都是比较高档的Wolf Bada Sub-Zero的 那这边是它餐厅的部分 它餐厅在这边跟客厅其实没有隔很远 你坐在这边要吃饭看电视都OK的 而且它的旁边这里有开大窗 所以照明会非常的好 那厨房这边刚刚没有给你们看到的 这里是它的pantry的部分 So far so good 还喜欢吗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家里人口差不多有四个人 然后家里可能长辈偶会来拜访的话 是不是觉得楼下的这样的空间设计 是非常的不错 还有更好的在楼上 小陈带你们去看 好那上来呢 我就要让你们看从二楼浮望下去 因为它这边是做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 看下去这样是非常的开阔的 好那一上来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在我的右手边这里呢 它是一个就让你小孩他们的空间 等一下给你们看 那在我的后面是属于主卧的空间 所以小孩子跟家长的空间是分得非常开的 我先给你们看小孩子他们的空间 那小孩子的空间这边就有属于他们的Lost 这边可以是他们的游戏厅 这可以是他们学习的地方 这里是放个这个书桌 在这里两个小孩子该读书的时候就读书 对不对 而且在这个空间它是把比较算是inclose起来 所以是属于小孩子他们自己的空间的 那往这边走呢 这里是其中一个侧卧的套间 我们有看到它侧卧的空间都很大的 那有自己的浴室 那在另外这一头这里是它的洗衣间的空间 而且是带有洗手槽的喔 那这边是另外一个套间的空间 我们有看到哇你这个床摆下去 旁边的空间都还这么大 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再放个书桌 空间都是很够的 那小男孩一人一间 然后有自己的厕所都不会打架 这个属于小孩子他们自己拥有的起居室跟寝室都是在这一块 是不是这个可以让你有片刻的安宁呢 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主卧的空间喔 我们进主卧之前呢 我们有看到刚刚有一些这个弯道 这样子有一些缓冲区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比较有区隔开的感觉 那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卧了 主卧的空间非常的宽敞 而且它是开大的玻璃门 所以主卧的采光也是非常的好 看出去如果第一块选的好的话 还有风景呢 好那接下来给你们看属于主卧的浴室 它是有一个shower 然后还有带一个浴缸 那在旁边呢 是有它的walk-in closet 这边是它的双洗手台的洗手槽 而且我喜欢它这种L型的设计 所以男女是分开的 非常好吧 好那这边是马桶间 好那以上呢 就是小镇跟你们分享 一个小镇觉得 layout非常适合我家邻居住的 这可能就是我的现阶段的dream house 虽然说现在要afford这样子的房子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至少我看到 如果是在未来的几年 能买到这样的房子 这是非常合适的 如果你家里的这个家邻车员状况 跟我一样 然后想要买在学区比较好的耳湾呢 这个房型绝对可以纳入参考 好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个赞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把它订阅起来 那我们就下一个新鲜蛋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